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 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7月17号星期一 我是主持人萧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旧金山拨款400万支持市小型企业 东湾奥克兰暂停逐客令到期 克里北京首日会谈结束 称美中需共同努力遏制气候变暖 耶伦表示拟议对华投资限制 不会从根本上伤害中国 中国6月房地产销售降幅 创今年以来最大 约翰克里抵达中国重启中美气候谈判 俄罗斯已停止执行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 至少有14人在地下车道逆亡 韩国警方将成立专案组调查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记者陈永青7月17号旧金山报道 旧金山市长布里德17号宣布拨款400万美元 支持全市小型企业创业 同时解决店面空缺问题 这些资金通过经济和劳动力发展办公室分配 是一项更大战略的一部分 旨在帮助企业为繁荣社区走廊做出贡献 让居民们可以在家附近 找到他们需要的服务和商品 自疫情爆发以来 旧金山已向4800多家小企业 提供超过8300万美元的赠款和贷款 还未无法偿还租金 并寻求帮助以防止商业驱逐的企业主 提供信息和服务 有关店面小型企业恢复资金的信息 可访问sf.gov.information 要了解有关可用资源和服务的更多信息 可致电415-554-6134 本台记者吴卓铭7月17号综合报道 据福克斯新闻消息 经过数月的辩论 东湾奥克兰暂停驱逐令于上周末到期 使其成为了美国最后几个取消此类租户保护的城市之一 在此之前 阿拉米达县于4月终止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这也标志着该市租户保护措施的结束 希望继续居住在原居所的租户要从8月1号开始支付租金 另一方面如果每月1号开始就需要交房租 房东可以在当月15号之前要求收到一半的月租 根据新规 奥克兰的房东有权以任何正当理由 包括不支付租金来驱逐租户或终止租赁 尽管暂停驱逐令已经到期 但房东现在可以再次征收质纳金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暂停涨租的期限一直将持续到明年7月1号 下面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 上周日至本周三访问中国也引起外界高度关注 美东时间周一上午 克里在推特上发文称 美中两国需一起努力共同遏制全球气温气候变暖 并配文发布了两张他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进行会谈的照片 此次会谈是两国自去年8月以来就气候变化问题举行的首次实质性讨论 克里周一重申 尽管两国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 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中应该进行合作 财政部长伊伦周一表示 拜登政府正在制定的对中国的投资限制 不会严重损害中国吸引美国投资的能力 正在印度甘地纳格尔出席G20会议的耶伦 周一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 这些限制将非常具有针对性 重点关注少数行业 特别是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 耶伦再次强调 正在计划的措施以及现有的出口管制 并不是为了报复北京的任何具体行动 也不是为了限制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 耶伦还补充表示 拜登政府很有可能实施拟议的限制措施 但他没有给出时间表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周一批准阿斯利康和赛诺菲 针对婴幼儿的呼吸道荷包病毒RSV-in疫苗 该疾病是美国婴儿住院的主要原因 这款名为尼赛维丹康的疫苗 是FDA批准的第一款 针对所有婴幼儿的RSV疫苗 无论婴儿是否健康均可接种 FDA批准的时间 比今年秋天RSV高发季节提前了几个月 阿根廷传奇球星梅西 在迈阿密国际队的首秀将于本周五登场 这场比赛的球票已经被炒至11万元的天价 这也是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球队 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票价之一 上周六梅西正式与迈阿密国际签约 年薪在5000万至6000万元之间 在周日的亮相仪式上 梅西表示自己队来到迈阿密非常兴奋 目前排名垫底的迈阿密国际的整体票价 也从那时起上涨了约700%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萧芳 下面了解中国新闻 本台消息 据中国官媒报道 中国经济半年报17号正式披露 初步核算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 比一季度加快1.0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 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5% 二季度增长6.3% 另据消息 同一天中国官方透露 上半年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3% 比一季度下降0.2个百分点 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 于上月持平 其中16岁至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21.3% 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17号再次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 听取企业负责人意见 发改委官方微信引述郑山杰表示 未来将持续改善于民企沟通交流机制 常态化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 组织引导地方各级发展改革部门 听取民企真实声音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这次参与座谈会的民企业涉及钢铁野链 电子器件 食品加工等制造业和现代化物流 郑山杰指出要加快建立 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在北京 会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习近平指出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 毅然做出改善对华关系的战略选择 中非关系得以重回正轨并蓬勃发展 为两国友好交往做出重要贡献 中方始终重视中非关系 愿意与非方一同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 希望杜特尔特继续为两国友好合作 发挥重要作用 本台综合消息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 17号在北京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举行会谈 据了解会谈持续了四个多小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将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 同美方就气候变化相关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携手应对挑战 克里是16号到达北京将开展为期四天的访问 克里是今年第三位访华的美国高级官员 有报道称台湾副总统赖清德 下月前往巴拉圭访问途中将过境美国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17号说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分子以任何名义及理由篡美 也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形式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行径 以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据新华社报道 毛宁说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履行美国领导人做出的不支持台独等承诺 停止升级美台实质关系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7号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今年6月中国的房地产销售出现 今年最大月度跌幅按销售面积计算 房地产投资也大幅下滑 路透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 中国房屋销售面积同比下降28.1% 5月份的下滑幅度为19.7% 据路透社测算 6月份的房地产投资总额为12,849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20.6% 5月份则下降了21.5% 约占中国经济四分之一的房地产行业仍处于下行趋势 中国政府已采取措施重振陷入困境的房地产业 包括上个月的政策性降息 以及央行最近延长部分房地产贷款还款期限等 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 中国恒大集团17号公布了 推迟已久的2021年和2022财年业绩 亏损严重收入大幅下降 这家全球负债最重的房地产开发商报告称 截止去年底 集团负债总额近2.44万亿元人民币 其中包括约1万亿元应付贸易账款 以及其他应付款项 工程材料款项占近6成 其他负债包括6124亿元借款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17号发布 关于征集载人月球探测工程 月面科学载核方案的公告 指出中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 登月阶段任务已经启动实施 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 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中国辽宁省纪委监委17号晚间发布通告 辽宁府新煤矿事故瞒报案件中的四名相关责任人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今年6月27号辽宁府新红林煤矿发生事故 造成七死七伤 事故发生后 矿方蓄意满报 浙江省政府日前印发相关方案 提出放开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 全省杭州市区除外 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 有效期为五年 方案规定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农村土地承包权 宅基地使用权 集体收益分配权 不得已退出上述权益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下面接着来关注国际新闻 俄罗斯政府发言人佩斯科夫 17号证实俄方已停止执行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同一天说 俄罗斯已正式通知土耳其乌克兰及联合国秘书长 秘书处俄罗斯反对延长协议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天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其实不希望这条人道主义走廊停止运作 他稍后会亲自致电普京 土耳其外长也会联络俄罗斯外长 希望有关安排重回正轨 不会受到干扰 俄乌爆发冲突后 乌克兰和俄罗斯经黑海港口的农产品出口受到干扰 双方在联合国及土耳其的斡旋下 去年7月签署协议恢复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 协议有效期 其后一再延长 俄罗斯不再延长黑海谷物协议的消息传出后 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谴责俄罗斯宣布退出黑海谷物协议 并以愤世嫉俄 形容俄方此举 英国表示失望 并指控俄罗斯冒险让全球面临痛苦 德国则敦促俄罗斯恢复执行协议 并称这份协议对于全球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乌克兰17号表示 乌克兰军队已夺回俄罗斯军队于5月占领的俄乌城市 乌东城市巴赫木特周围数平方公里的领土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在Telegram上表示 由于作战战术位置的改善 以及巴赫木特方向前线的调整 过去一周解放了周围7平方公里的领土 乌克兰最近承认陷入苦战 呼吁美国与其他盟国提供远程武器和火炮 巴赫木特曾拥有7万人口 以气泡酒和盐矿闻名 但在俄乌战争中几乎被移为平地 也是整场战争中拉锯最酒最血腥的一例 马里亚尔补充俄军自上周末持续在乌东 哈尔科夫州的库普扬斯克市积极推进 连接俄控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的大桥遇袭 据报曾发生爆炸 两人死亡 一人受伤 有照片和视频显示桥面受损 支撑桥梁的结构有无受影响 尚不清楚 有调查人员到桥面视察 似乎正在搜集证据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 指责是乌克兰的无人艇施洗 令大桥的公路部分受损 俄罗斯任命的克里米亚议会主席 形容乌克兰是恐怖主义政权 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严格来说大桥属于民用设施 批评乌方官员对大桥上有平民死亡的悲剧 做出无耻响应 强调破坏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其他地区交通联系的企图 不会得逞 乌克兰安全部门一名消息人士 17号告诉法刑社乌克兰特勤局和海军 利用海军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大桥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长 17号在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府甘地纳格尔举行会议 就贫穷国家债务重组 多边金融机构改革 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资金支持 等议题展开讨论 中国在穷国债务重组问题上的立场引人关注 据法新社报道 中国如今是许多亚洲和非洲最贫穷国家的最大债权国 一些接受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投资的国家负债情况更趋严重 但中国一直反对就此展开多边谈判 今年六月底在巴黎达成的赞比亚债务重组方案 涉及的债务金额为63亿美元 其中三分之二都来自中国贷款 朝鲜领袖金正恩的妹妹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鱼正17号表示 无核化这个词语已成为过去 奉劝美国不要妄想通过暂停联合军演 暂停出动战略武器或放宽可逆转的对朝制裁等方式 阻止朝鲜前进的步伐 进而令朝鲜不可逆转的解除武装 金鱼正说 美国应该清楚认识到 越是加强延伸震慑体制 扩张军事同盟体制 就会离美方所希望的谈判桌越远 形容当前局势的紧张程度已超过2017年 甚至可能发生实质性的武力冲突以致核战争 目前能够保证和平稳定的方法 就是朝鲜在具有强大力量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实力 进而与美国强权专横抗衡到底 韩国连日暴雨成灾 超过40人死亡 多人失踪 总统尹熙悦结束外访行程后 在韶尔召开会议 讨论抢险救灾对策 之后乘坐直升机探访灾区视察灾情 另外韩国政府宣布 对中部中清北地道下车道 被洪水淹禁后多车被困的事故开展监察 政府表示所有相关单位均属于监察对象 无一例外 已查明地下车道在事发前 未能及时实施交通管制的原因 政府将在结果出炉后迅速对外公布 采取处分及提告等一切必要措施 中部中清北地道下的车道 被洪水淹禁后导致14人死亡 最后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标普500上涨17.37点 涨幅0.39% 报收4522.79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76.32点 涨幅0.22% 报收34585.35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31.25点 涨幅0.93% 报收14244.95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由小方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